加油賽 加油賽我覺得是不錯啊 就是辦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可以讓我們的選手多接觸一些 不同隊形的選手 然後不同打法的選手 然後甚至於球風不太一樣 業雨的打法又跟職業的打法不太一樣 我是覺得這樣的比賽 對我們大學的球隊來講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跟用意 尤其是對一些在讀大學的一些球員們 我想這個比賽 我覺得他們的一個想法 比任何在他大學時期的任何比賽 我想都更適應他們來參與這樣的比賽 當然對於選手球隊來講說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不單是一個學習的比賽 也是一個很好的競爭的一個地方 那畢竟對方都是 都是從子民上來 然後在一軍二軍都有在 都在訓練比賽的 那遇到這種 以我們這個層級更高強度的這種比賽 讓他們多來學習 這是對他們來講是幫助非常大 交流當然是好事 對然後也覺得蠻新鮮 讓我們自己的球員覺得 我們跟社會組跟這些大專的選手 到底差距是多少 對如果沒有差多少的話 那就表示你們實力不足 對讓他們知道說他們現在的程度是在哪裡 這個時候選擇來投點啊 很有創意 能夠傳一點嗎 來不及 最後是打了一個再見安打 完全沒有料到啊 方才有來了一個push啊 老實說整場比賽下來雖然最後贏 可是在球隊內部 我們自己也是看了覺得 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好好的去做努力跟修正的 那選手的觀念也不是說完全不對 只是說在對於這種比賽的反應跟判斷上面 的確是跟職業的打法不太一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需要再做一點點挑釋 整個守備應該真的沒有完全預料到 沒有錯喔 因為整個內野的守備都是完全退後的 最後的比分就是5比4 統一師搶下了勝利 其實我認為對統一二軍的選手也有很大的幫助 那種緊張的像那個林維智那種緊張的程度 是怕緊張到球都丟不出去一直潰一直潰 那事實上他如果今天在打二軍的比賽裡面 是很少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因為你沒有丟進保送的話 不是你沒有丟好而也是你的球隊 你的教練可能沒有面子 那他所承擔的一個壓力是非常大 那我想這樣的東西的話 在這樣的比賽當中 可能會面臨到一些很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也可以讓職棒二軍的一個選手 能夠在他們二軍比賽之餘 可以打這種杯賽的話 這種強度我想也是有不同的一個體驗 是蠻好用的 揮棒落空 哇 感覺會到一顆壞球 不過這也是必須要讓他們學會 要突破的一個關卡 畢竟這種這種心理層面的壓力 如果沒有突破的話 上到一軍的壓力會更大 那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辦法突破的話 在一軍可能 你有可能只是上去 但是一段時間你就又要下來 你沒有辦法在一軍 好好的站穩 因為一軍的那種 直接勝負的那種壓力會比 這個還要來得更大 陳偉琳 林為壽銘上來之後 面對這些著搭者 到目前為止 表現都是相當的精彩 進到了好球袋 往事從站著不動被卡掉 其實 現在的棒球環境一直在改變 然後我們也看到 那在 不管是一軍的比賽好 也是二軍的比賽也好 大家的那種拼盡的態度 那 就是讓學生看到說 這些前輩們在打的 或者是說 他們自己同輩的 進來職棒都有所改變 那態度上 全部都是大轉變 那畢竟職棒就是他們的 選手他們自己最後的一個職業嘛 那他們當作職業在 那希望學生也是可以學這種精彩 不是因為你是學生 反而去怠慢 那應該就是說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是滿滿期待說 之後都可以舉辦 因為 這樣我在 我在 訓練我的選手的時候 我有一個誘因 可以告訴他們 就畢竟 這個比賽 對你們來講真的很重要 我今天真的要訓練你的時候 量多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東西可以告訴他們 如果今天 明年又有衛權隊進來了 所以有五支 那如果能夠夜宇也有五支的話 那等於十支球隊一樣這樣子 不要 夜宇跟職棒 不要有自己的球隊打 就是你一樣像做這樣的交叉 對交叉的話 我想交付打的話 應該是明年的可看性會比較高 那你也可以增加 樂宇的強隊啊 就 你要用冠軍隊也可以 或是要什麼 什麼合庫啊 台電啊 這個都可以啦 我想這個是他們主辦單位 他們會去考量的部分 那